看一下有關表單的部分 這個表單它主要的作用 它長得類似像這樣子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我們將來如果希望輸入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會員中心 每個前台業務人員 他也許有一個會員加入了 但他希望幫他key一些資料進來的時候 以往是要手動key 可是以往手動key很容易怎麼樣 就是會造成一些錯誤 然後人畢竟當然就是會容易 很多彈性之後其實就會變得很容易出錯 所以我們希望按下一個啟動表單 或者乾脆怎麼樣 當這個ESEL啟動的時候 這個表單就自動啟動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啟動之後 它可以自動去填一些資料 填完之後按確定 它會自動幫我把填的資料 帶到這裡面來 一筆了 那下一個會員再填 也繼續填 繼續填 這個清除是清除這裡面的資料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首先的話 你們要學會怎麼樣製作表單的部分 第二階段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等到你這邊全部做完了 假設你今天累積了你的會員有這麼多人 可是或者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好了 你們規則可以制定 那也許我最後需要 也許每一個人都有錢 都有一個ESEL檔 那以你要怎麼把每個人的ESEL檔集中在一起 總不能說 再把ESEL檔全部集中 再複製貼上嗎 那也是一個方法 如果浪費時間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簡單一點 一般性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 把SS資料庫放在某一個人的電腦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透過網方 也許這邊有網路網方對不對 然後呢 它有開啟它的權限 那你就可以把資料存過去 再把舊的資料刪除 集中在這邊 那以後如果每個人都要查的話 每個人也可以再到這個資料庫裡面 再把資料查回來 也就是雙向的嘛 可以查過去 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再查回來 過去再查回來 OK 那當然修改跟刪除的權限就是由那個最 leader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所以 寫過去跟查回來這部分是OK的 那要怎麼做 一般的工作上面的一些應用 我想這應該蠻常見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單的製作 那表單的製作在前面也大概有帶到過 做出來類似長這樣子 那當然大小或者是內容 你們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我把那個設置的重點 那後面還有什麼新增到資料庫全部新增 新增的話有新增一筆 跟全部的資料新增 然後新 再來就是因為這個新增是個人自己的電腦測試 後面還有什麼網方的部分 那網方可能要稍麻煩一點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那個WIN7的網方的設置 共用的話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 如果沒有沒關係 等一下會把重點跟各位提示一下 你們自己再找環境去 除了這邊環境做測試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要怎麼樣建立類似像這樣一個表單 執行起來的話它也可以讓你把這個表單執行起來 等一下我會教各位怎麼樣把它run起來 那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 當然這個是已經完成 我把它先關掉 那在你們的這個環境裡面的話 首先第一個 要怎麼樣做這個表單 開太多個 第一個的話你們的問題一 這個裡面記得就是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個插入的一個制定表單 第一步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它會有一個工具箱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沒有關係 在檢視裡面一樣可以把它叫出來工具箱 那還有屬性 屬性也很重要 如果你屬性關掉下面不見的話 一樣到檢視裡面有個屬性視窗 也可以開也可以關 這個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可以再把它打開 因為很多同學就有時候看到叉叉就想要把它點一下 點下去就不見了 下一次就問我說在哪裡 甚至有同學是還這樣關 連上面也給它關 連這邊也給它關 全部關的就變成這樣的畫面 那這樣的話呢 就很悲劇了 他後來想要把它重灌 我說不用重灌 你只要怎麼樣把檢視裡面的第一個 叫專案總管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檢視裡面的屬性 如果你有設置那個錶單的話一定要屬性 那第三個就是說你看總 就是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你現在開啟幾個Excel檔 一個Excel檔就會是一個專案嘛 不過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不建議你們開這麼多啦 你開一個就好了 然後剛剛的錶單呢你把它點兩下 它又打開了 如果你剛剛的模組有沒有 模組就是點兩下 你的程式就打開了 OK 然後呢請各位先打開 做什麼事呢 大概就是幾個動作 工具箱不見的話工具箱打開 第一個我們就是參考講義裡面的這個畫面 大概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那顏色不見得一定要一模一樣啦 不過你如果你沒有idea的話 你可以用跟我一樣的大概差不多的樣子 那首先的話我們需要從外到內 什麼叫外到內 就是說我的習慣是先把錶單的相關設定好 再來做一個兩個 就是再從左到右 由外到內再從左到右去設計你的錶單 按部就班它就有點像一個小畫家嘛 反正就畫一點東西上去這樣子 OK 那我們首先的話從Y 那Y的話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個標準體重 計算好了 這幾個字怎麼加上去呢 第一個 有沒有 左上角這個名稱嘛 那加的方式非常簡單 這個是錶單 所以你點它的話呢 左下角就會出現告訴你說 你這個叫user form 就是一個錶單 它的name首先當然先把它改一下好了 它的預設的名稱會叫做user form1 那我習慣是把它改成home 當然你不改以後就要用你的那個名稱 我們這邊改成home好了 一律先改成home 那如果你將來還有第二個第三個都可以 其實這邊還可以一直插入很多個表單 比如一個主表單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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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其實你要做個進銷唇系統 這個應該也沒有問題的啦 絕對辦得到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左上角這個名稱怎麼變更呢 請注意看一下屬性這個上面都是有意義的喔 包含就是什麼呢 它的caption caption是指的就是 左上角這個名稱 比如說呢 叫做標準體重計算好了 你就把這幾個字打上去 打完之後呢 按enter 你會發現呢 左上角就變更了 標準體重計算 enter 有沒有就出來了 有沒有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背景顏色 你想說顏色 來個淺黃色好了 有沒有 這邊是淺黃色 那背景顏色呢 要怎麼設置呢 其實用拆的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 它的屬性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背景顏色的呢 back color back color有沒有 back color 對back color 旁邊有個箭頭點下去 調色盤 它們兩邊有沒有 你請你選 因為這個調色 這個配色好像都黑白的不好看 調色盤裡面比較有彩色啦 不過它顏色好像也沒有特別多 就大概這幾種 你就是選一個什麼 淺黃色按下去 淺黃色就出來了 ok 好 第一步 外面的就出來了 再來從左到右 那從左到右的話呢 要做哪些事情呢 接下來 工具箱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工具箱的裡面呢 會只用到大概幾個功能呢 大概就是標籤文字方塊 最右邊有按鈕 按鈕有沒有 所以會有三種 那標準體重記得 它不是輸入 它是最後顯示 所以這個也是標籤 只是變成灰色的 那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喔 請注意就是工具箱裡面呢 我們只會用到E標籤大A AB是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就是可以填的 第三個是按鈕 是最後那個按鈕 ok 所以一二三 三種而已啦 以後如果說你要做 稍微其他的啦 像什麼下拉清單 沒有沒有 還有一個下拉清單 因為性別好像會用到下拉清單 所以標籤文字方塊 下拉清單 還有按鈕 那利用這些其實就可以幫我佈局一個什麼 一個表單的畫面 這個表單畫面就是跟使用者溝通的一個橋樑 那當然你做的越貼心 使用者他當然越不容易做錯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表單設計出來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從左邊 第一個就是姓名到標準體重好了 所以拉一下 這邊拉一下 一個給他這邊 那他會出現他的名稱 因為標籤只是用來做顯示這個欄位要放什麼東西 所以你就是直接在這邊有一個caption有沒有 打上什麼呢 姓名 姓名兩個字 ok 那再來要做什麼呢 enter 好出來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字怎麼樣 太小 所以font 有沒有 旁邊有個小按鈕 請你找到小按鈕 因為很多同學點下去 奇怪怎麼點沒有反應 其實記得要點旁邊一個小按鈕 這個小按鈕裡面的話呢 就會跳出什麼 它的大小 那大概差不多14好了 或者是大概這樣子 ok 那如果不夠大的話自己再調一下 14好像還是太小 16好了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可以再稍微調一下 讓它符合它原來的大概寬度 然後位置稍微調一下 第二個就是顏色 顏色的話 紅色 是什麼呢 哪一個屬性 猜猜看 4 color 其實這個跟很多像什麼其他的開發環境長得都很像 尤其Visual Studio 微軟的東西 那把它改成紅色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底色 底色部分比較深一點點 所以被卡了改一下 改成稍微深一點的黃色好了 有沒有區隔一下 做好一個之後有沒有 那如果還有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我是比較建議各位可以這樣 對 複製喔 你不要傻傻的再拉一個 拉一個又要再做三次 拉一個做三次 聰明的 拉一下 特別是有交一個訣竅 順便按下Ctrl鍵 有沒有很準吧 但是 如果你的手喔 有那個阿茲海默症的前兆的話 可能會拉出像這樣子 那怎麼辦呢 也不用擔心 選取它 等一下自己改那個前面的東西 第二個呢 上方會 一起選 你會發現從上面選下來 這個就主控像 白色的 如果從下面選上來 下面的 那如果你要中間怎麼辦 我記得好像按個Ctrl鍵 再按一下 換它了 有沒有 主控像意思就是說 以誰 就像那個小學生 或者當阿兵哥排隊 比如說排頭為準的話 就是從上到下 排頭為準 向 向左看齊 向中看齊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你就可以怎樣 哪一個呢 格式 裡面有沒有看到一個叫什麼 對齊 主控像的什麼 左緣 有沒有 這樣的話它就幫你排隊排整齊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間距 你會發現上下間距不同 那怎麼辦呢 以前是一隻手舉出來 有沒有 大家頂到前面為原者 打一個間距 不過現在好像已經不排隊 好像我們那年紀的人怎麼會這麼乖呢 我都想不透 現在的小朋友 吵得要命 教官也拿他沒辦法 對不對 好像在 現在好像都太開放了 OK 那 怎麼做 也很簡單 格式 有沒有發 有沒有猜猜看應該也猜得出來 垂直間區 然後設為什麼 相等 對 等下去 OK 一樣的吧 所以我說它很像那個小畫家 或Photoshop 其實Photoshop裡面也是大概類似像這種東西 物件化的有沒有 OK 第一步做完了 再來 從左到右 再來延伸到這邊 這三個 所以再來 你們就是 拉這一個框框 拉一個對不對 如果說 要讓它一樣大 你就 按Ctrl鍵 再拉一個 再拉一個 這個 性別是下拉清單 換這個 下拉清單 因為點下去要男生或女生 所以你大小都在拉這樣子 那個寬度對齊 自己再去調 那 標準體重是 最後我們按確定自己產生出來的 不是說我自己填的 所以你就是標籤 一樣拉一下 那上面的名稱 請你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 就是把Label 清除Enter就可以了 它就沒有了 因為如果你這樣點開 它就怪怪的 這邊好像有一個東西 但是 沒辦法顯示出來 所以我把它做成灰色的 灰色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被Color裡面改成 有點灰色的這樣子 太深的話 不好看 你就再淺一點點 讓使用者知道說 這邊是有一個區塊 OK 然後再來的話 再向右 再按鈕 按鈕的話 比如說第一個是按確定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這邊可以再拉寬一點點 按鈕大小 自己可以再調整 那我們這邊要放什麼呢 放一個確定跟清楚 那底下也可以再新增 怎麼加一樣 Caption 有沒有Caption屬性呢 有對不對 那這邊改成確定 那再來的話 顏色一樣 所以你們這個地方 我想自己再改一下 一樣是Fone層 點這邊一下 然後字大概12號字好了 它看起來大一點 那再來 前景顏色是Fore Color 也許這邊的話 再把它改成紅色的字 然後綠色的底 Back Color 點一下 然後做一個這個調色 底色 OK 然後一個出來之後的話 一樣怎麼樣 再按Ctrl鍵 拉下來 再怎樣 改一下 OK 那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看到結果 你就按上方有個執行 對不對 有不要放在錶單上 然後按上面這個 就跳出來了 欸 看到的話 其實 就 感覺 應該還有點樣子出來了 而且其實說真的 不會花太多時間 你只要有現成的錶單 趕快拉一下 以後填 那再來就怎麼樣 修改一下 按確定 資料就幫你填到以Sail裡面去了 那進銷存系統 其實有時候 就可以拿這個來改一改 就可以做出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錶單這個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將來 除了你自己填寫資料方便之外 將來你再給別人填資料的時候 千萬記得 最好是做錶單再給他填 不然你會發現 你回來的資料 一定要花更多時間去調整裡面的內容 你會覺得很頭痛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 其實印象中好像他是公賣局的 很多幾百個客戶 也許客戶那邊 客戶端那邊給的資料 每次回來都面目全非 後來他用了錶單之後 發現 後來就省掉很多麻煩 因為一個蘿蔔的坑 再怎麼樣 他們也不會做錯了 所以特別注意第一個 怎麼樣把錶單做出來 齁